我们现在在西雅图了 然后现在去拿那个租的车 这次租车是在Turro上面租的 租车的owner说他把车停在旁边的 一个酒店里 这次租的是一个绿色的mini cooper 我们现在拿到车准备去吃中午饭了 已经下午1点半了 这小车好萌啊 点了一个他们推荐的牛肉糊 原来我们来到现在要打到 这下午那个 你不要收到 我没有打到 你不要打到 我叫你银子 我嘅 我便放到 你 对面都是好窄 这是有私人游泳的那种 我们来逛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植物园 实在是太萌了 这还有个狗公园 那还有个科技 这个厕所 哦对了我的相机摔了 所以我这次全程都只能用手机录vlog 这个房间还挺大的 这个房间的位置比较好 在Ciatle downtown 这里的楼层还比较高 住了41层 这里的view还挺好的 我刚刚回酒店check in 然后换了一个衣服 今天晚上要跟一个我的高中同学吃晚餐 我真的是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了 但其实以前关系还挺好的 所以我差不多有十多年没有见过他的 我们一起去吃一个 这边还挺火的一个越南的海鲜大排档 我们来吃这家 Bong and Ock 一个越南小店 我们终于坐下了等了好久 还有这家是这种吃海鲜大排档的 有点像国内的感觉 感觉还不错 小红薯上面有好多那种推荐 还有这个田螺什么的 回到一般般不接受月月 只能排队上菜特别慢 最近小红薯唱老仔嘞 我们终于出发了 今天任务兼具 现在都早上快十点了 今天前往奥林匹克国家公寓 第一次做这种可以把车开上去的这种渡轮 我们要过一个海 到另外一个岛上 然后再开到奥林匹克 现在所有的车车都排在这里 准备上下一班船 要进去了 排了大概半个小时 让这个船要给单程去29块4毛5的船费 进来了以后又在这里排队了 船都排了好久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到了Bainbridge这个小岛了 现在去吃个午餐 正好是半点12点钟 在小岛上大家都推荐这家餐厅BASA Thank you 吃饭了 钢尼亚餐厅非常好吃 我还给自己搞了一个这个贼大的遮阳帽 现在来买一个这边小镇上很富明的Mora Ice Cream 我们点了一个这个 这个 钢尼亚厅 美好吃 穿过一片森林 我们现在要去这一次我最期待的一个地方 终于到了 这个动员 Olympic Game Farm 我们买了四包全麦面包土撕进来喂 三块钱一包 好划算 不知道人可不可以吃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小鹿 我操着 这要怎么扔进去 好聪明 最期待的 这胸 哇也太近了 他好可爱 这也太可爱了吧 你看看 再来用这个手掌握的捞起来 再来 李建领 哦 哦 是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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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干嘛呀 你干嘛不吃我给你的面子啊 你过来 你过来摸摸 对不对 是怎么了 你咋啦 白熊 哎呦 鞋子有多少多 哎呦 它好大呀 你看它 它真的是用手抓的 这里还有 池子里还有一个鞋子 这牛也太吓人了吧 嗯 嗯 快点 小鹿 来 小鹿哪儿挺棒的 小鹿 哇小鹿这个鹿脚好猛啊 鱼瓜啊 鱼 鱼 小鹿 太多了 对 对 嗯 是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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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酒店呢破是破了一点 但是呢坐在床上看这个窗外 还挺美的 也今天都9点半了 只要外面还很亮 刚刚我们去超市买了一堆零食 我们终于要出发了 现在已经11点15了 好刚刚我们起床 其实起来还蛮早的 是8点8点钟起来的 然后去这个Port Angeles的小镇上的一家 早餐店买了点早餐 吃了个早餐买了个咖啡 然后现在准备出发去那个 Lake Crescent 好像是个挺美的湖 然后今天天气还不错 应该是可以租一下那个Cayak 然后滑滑小船什么的 超美 各位就租个小船 这里有一个租小船的小屋子 Boat Rental 我们现在来租船的地方叫 Log Cabin Resort 然后是一个那种小木屋 就是可以住宿也可以camping的地方 然后刚刚我们去了一个叫 Lake Crescent Lodge 然后那边的船已经自关了 然后那边的船比较少一点 然后他就推荐我们来这边 说这边的船要多一点 大概开了15分钟 那有一个人划着小船 还带了一只狗 也太萌了吧 那边的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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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的姜都没在水里玩了个寂寞 冰冰然后我滑不动 靠下一个人玩什么样子 我们要滑回去 但是风太大了 不想要 加油 加油 牢牢地抓住他们 我们现在在这里靠岸休息了 因为这里一直是逆风 然后我们就回不去了 遇到了两个很好的老人家 他要救我们 他说可以把这个卡亚克绑在他的小快艇上 然后再带我们回去 船被那个老爷爷拖着 船被那个老爷爷拖着 我们现在成功获救 已经在回西雅图的路上了 刚刚就是回不来了 因为就是浪也是逆着的 然后也是逆风 然后我们就怎么滑 滑的很久 然后就要休息一下 然后结果又被冲回原地 反正就感觉一直滑不动 而且我连头都掉不了 幸好我们当时在一个旁边的别人的私人小码头 靠岸休息 结果就有一堆非常好的老人家 然后他们有一个小船 说可以把我们送回去 然后就用那个我们两个卡亚克就拖在别人的小艇上 我们还免费坐了一个小艇 然后把我们拖回来 真的就感觉那小船都开了好久好久 真的是如果是我们没有遇到他们的话 自己画这种感觉 今天天黑都回不来了 运气很好 开心 来吃小龙虾 今天是July 4th 好像有烟花的声音 许浩 好多 好多 点了巨头 四把 六磅小龙虾吗 六磅小龙虾 六磅小龙虾 最辣的试一下 有点 其实味道一般 但是还是吃了超级无力多 烟花 这里 许浩的脑袋在你脑袋上放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多么尽快乐 哇 咱们俩坐这个位置之后 咱们俩出镜 最后一天我们要去Mountain Rainier Hiking 我现在开车出发 现在是早上9点 一辆车是30块钱 我们现在要买票进入国家公园 Thank you 在Visitor Center啦 准备走这个Skylight Trail 这是最出名的Skylight 穿的是短袖 然后戴了一件登山 现在已经是11点半了 我们上山 那这个是一辆车的 这是最后一辆车的 一辆车是1930分 我会没有看到 但是它有个人是1950分 然后再来 那一辆车的 就是陆地前车 这辆车是1950分 那么我们上山 那里是1950分 这辆车是1950分 那里是1950分 这辆车是1950分 好 我们马上就要蹲顶了 我们已经爬了几个小时了 爬了 就没爬多久了 各位毛毛的粉丝大家好 很抱歉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我特别想上厕所的原因 没有办法让毛毛 领大家去到最顶上了 我们现在真的很着急 下山去上厕所 感谢大家体谅再见了 我们已经almost there了 真的只差一点点就蹲顶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还蛮牛逼的 我们下山了 拜拜大家 顺便说一句 我真的不相信小红书上的那些人 说他们都蹲顶 说很轻松 这个车要真的挺难的 说真的真的挺难的 不容易不容易 太难是因为它有的地方 是冰 对很容易滑 是那个雪就已经很化了 对所以真的不是老少皆宜的 特别是没有穿那种专门的登山靴 其实那个鞋子有点滑 我们等会可能下山有好几段 都得整个全身在地面上 然后滑下去 哈哈哈哈elet 啊 啊 我们来吃晚餐 都晚上9点了 这家火锅 外面全是人 10点就关门了 就是荣城老火锅 听说是西雅图比较出名的 比较正宗的一家四川老火锅 这家真的太像成都了 我觉得比三番任何一家店都像成都 现在都快10点了 大家还在等位 12点了快 我们吃的最后一天 记住 还有这么多